但你这个就不对了 你明明知道是这么个状况 两个人一起笨呗 你干嘛呀要 你分手就说分手 你也不用这个方式 人家会觉得说 你是以此为借口 要跟人分手 也不是 是他误会了 主要是我想解开这个矛盾 因为之前在他亲戚那里上班 然后他亲戚对我也不好 我就觉得我们两个开个店 后面他也不管不顾的 就觉得如果我们要结婚的话 肯定要买个房子嘛 对吧 不是 你们要打算结婚吗 那你打算买房 那你也得把你的消费关 给叫得下来 你做个头发 六千多块钱 手上视频 你看一下 我是在那里 还不给你的消费 是不是 我吃个饭 我十块二十也会去计算 要买房要结婚 两个人才想新来 是不是 才有机会达到那一步 你也别说 那个一年就买房的事情 要一步一步来是不是 那这个头发 我看你是误会了吧 这头发我是当了一下 发膜 那你的视频呢 就是帮我剪这个头发 那你那个视频呢 那你也有视频啊 我哪里有视频 那你那块表不是吗 咱先别说了 你喜欢他吗现在 说实话 你们现在经历了很多嘛 你陆陆续续知道 他欠了债 对不对 然后在深圳可能 他给你承诺的到深圳 是个什么样子 结果到了深圳 是有落差的嘛 再到自己做老板娘 他不帮你嘛 对吧 你现在还喜欢他吗 反正现在我就是 属于不讨厌他吧 因为有时候 我跟他聊天 他老是一句话 就把天聊死了 有时候我都觉得很不开心 如果说你这个习惯 不改掉的话 那可能以后 也有机会不在一起 是不是 行 所以女生给了一个 真实的答案嘛 我不讨厌你 我也谈不上喜欢 那你这次这个提出 让他买房 并且给了这么严苛的 一个期限 你觉得他能做到吗 我觉得他努力的话 还是可以做到的 我们可以共同努力嘛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 他欠了外债 就是这次房东涨价嘛 然后我就资金周转不开 我就想问他要点钱 然后他就说没有 他说他还欠了这么多债 三十万的外债对吧 三十万的外债 对你来说是一笔 大数字还是小数字 对我来说的话 可能是一笔不小的吧 你在意这件事吗 我比较在意 也就是说 发生了这件事之后 你才要求他买房的 是这意思吗 对 在此之前 你没有要求过他买房 对 而且这次买房要求的 还是带期限的 这个期限的目的是什么 给他期限就是说 给他一个压力嘛 如果说他没有压力的话 他可能还会欠更多的债 有这个压力 就会成为动力 其实你是想帮他对吧 对 女生刚才说了 他害怕你 没有动力 所以他在逼你买房 你认同吗 认同 你喜欢这个男生什么呀 我喜欢他一点 就是觉得他这个人 比较有情有义吧 是对你还是对别人 是对我比较有情有义吧 对你做过什么 以前在湖南的时候 就是本来我是很喜欢 小狗的嘛 然后我养了一只笔熊 我那只笔熊跑丢了 然后他就陪我一块找 那个时候他都陪我找了整整 二十多天都没找到 我就觉得这个人跟我 就是只是朋友关系 他能陪我找这么多天 他比我还关心 我觉得他这样的话 对我挺好的 好 对未来怎么打算 答应他一年之内 我把自己的钱还清 买房的事情 共同努力 可能要三年 不要说一年时间 以后也不要拿压力 这种情况来压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